Hello 大家好 看到港股連彈三天之後 今天早上看到有回吐 曾經一度最多跌超過400點 回到26,100點水平附近 我們馬上請來何啟宗Ivan和我們一起談談 Iva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Ivan 見到港股未挑戰到一百天線 要回下來 近日帶市的交頭挺靜 大家都在觀望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 而見到上天的流入恒指淡倉的資金都是較多 似乎大家都在駁恒指連彈三天之後就會回吐 今天的資金流情況又是怎樣呢 大家如果開了紅或佈置的恒指投資者 是否可以先吃糊仙 還是等多一會 見到昨天帶市上過26,500點 下週很明顯走勢就陽斑 亦都吸引了有些紅症過市 今早因為內地公佈的必經濟數據 相對比較疲弱 見到大市下跌到26,100點以下 暫時還站在50天線上 所以見到大市跌幅多了 都吸引到有些資金 就買一些恒指形的牛證 牛證的收回價選擇 見到今早就比較多投資者會選一些 大概25,500點到25,800點 這個300點的收回區域裡面的牛證為主 如果是日內部署的話 大家留意著26,100點 今早暫時這位選定了 看來的有沒有反彈 如果有反彈的 覺得這個反彈是持續的 可以留意一下 牛證選擇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營光幕有5883點 收回價是25,658點 這隻牛證會給12000對1 鴻光比率45倍 至於看內地經濟數據 可能還比較弱一點 想後高做一些看淡的部署的話 也可以留意一下 69749 收回價是26,648點 這隻的紅證 12000對1的選擇 鴻光比率大概39倍 另外我們又看看鄭梅控 英國首相文翠山 就避過了這個逼供的危機 補回首相之位 不過脫鉤之路 似乎還有些波折 匯控彈了兩天 上到65元的水平 今天都看到回吐 未能夠守回50天線 其實英國脫鉤未明朗之下 你估計匯控的走勢 是否都會受到阻礙呢 大家都看到 我們昨天兩政權太專業 即使都跟大家分析了 雖然暫時 文翠山的時候 就避過不信任動議 但是似乎市場的資金 就覺得匯豐做完這個反彈之後 還是有些不明朗因素困擾著 比較多的資金 就是開鴻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看法的話 暫時我覺得就是65元的水平附近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一些看盤的部署 如果譬如開鴻的話 大家怎麼選擇好呢 如果開鴻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中期的一個駕外症的部署 這隻的編號是14582 14582這隻的匯豐潑論 行駛價56.56 明年的4月底到期 跟現在來說 都大概有五個月的時間才到期 實際股份比率都有大概11倍 好啊 另外我們看看騰訊 近日騰訊旗下的騰訊音樂 就在美國上市 股價走勢都不錯 騰訊股價就彈了三天 不過見到今早早都要回途 股價上到320元就好像沒什麼力了 資金流上面 現在對於股價走勢 其實有樂不樂觀呢 那這幾天 其實見到騰訊升上去320元股 大家都在減好倉 因為可能投資者都覺得 沒什麼新的消息刺激它的話 可能股價都是橫行上落 如果你說真的做好倉的 留意著區間 305元到320元之間 做好倉可以提供305元左右的水平去做部署 那如果譬如選擇 大家繼續看好可以有個反彈的話 選擇的話是否還是選擇貼價一點點的呢 如果你說真的區間上落的話 你做一些短線的部署的 你可以選一些輕微價外症 如果小小槓桿比率比較高 靈活一點去部署 接近支持位的時候才去做這些部署 一旦支持位失手的時候就做一個支持 但是上網的話 如果譬如說現在大概308-380元 我們看看後市可否選擇上iPhone的320元的主題 會不會有些產品都可以推介給大家呢 是的 可以留意一下 27192這隻營購證 行使價339.99元 明年的2月底到期 這個證實際平安比率率都比較高 有大概10倍左右的 這個時候不如我們一齊看看觀眾的問題 看到有幾位觀眾都問一些賭股 有觀眾想問銀行娛樂 可以怎樣做部署 看到今早早股價 其實走勢又回落 跌了超過1% 其實現在大家又可否 步署駁回反彈的賭股 如果你說賭股方面來說 其實近期的走勢就強了 雖然這些股份的波風度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見到市場 可能在低位有些承接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日內做一些 澳門博彩股的一些 後低級納的太好的一些部署 因為畢竟 其實走勢上面是轉強了 至於銀行來說 可以留意一下 iPhoneX50附近的水平的支持 好啊 另外也有觀眾問2318 他也是想問一下 其實2318又可以做一些什麼部署呢 就是中國平安 平安方面來說的話 這個股價其實近期 都算是比較弱一些 6、75元這些位置 站不穩 曾經之前都落到73元附近的水平 暫時的股價就可能夾了 在73到75元的水平之間 如果你挾到75元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做一些紅症 或者灰潤方面的部署 落到73元的 也都走得穩的時候 就做一些直康或是牛症部署 但留意一下因為波幅比較窄的話 可能這個幅度來講 做一些牛紅症的部署 相對就不需要考慮太多 就是現在新波幅變化方面的問題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和Ivan 談到這裡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剛才說過的股票 沒有持有的 謝謝Ivan 也多謝大家收看和你們的問題 如果大家想繼續捕捉卵證市場的機遇的話 就要繼續留意我們 逢星期五早早11點10分 稅信突約 來卵證追証 拜拜 來卵證